这个女人为了成为著名的钢琴师 结婚后和丈夫约定不生小孩 结果参加了49场比赛通通落选 年过35岁还是一事无成 无奈之下只能在家教小孩练琴养家糊口 没想到美奈根本不懂人情事故 第一节课就出现了意外 导致家长气愤地带着孩子夺门而出 婆婆对于美奈更是没有好脸色 一直责怪她没有帮自己家传宗接代 心中憋屈的美奈无人诉说 只能冲着马桶大喊发泄情绪 这天美奈正在练钢琴 突然听到草丛里传来奇怪的动静 她既好奇又有点害怕 鼓起勇气拿着棍子走过去查看 小心翼翼地扒开草丛后 竟然发现了一个又脏又臭的小男孩 无论问她什么话都不会回答 美奈拿来一些面包给她 小男孩顿时两眼放光 一把夺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仿佛饿了几天几夜一般 美奈看见她的状态很差 赶紧和丈夫把她送到了医院 果不其然经过检查 男孩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 腿部还有可怕的瘀青 赶来的福利院院长告诉夫妻俩 她曾经去过男孩家家房 发现她像动物一样被长期锁在家里 还时不时遭到虐待 最近她的父母不知为何失踪了 男孩估计是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才会跑到她家找吃的 违京之际男孩只能作为孤儿搬进福利院生活 但丈夫阿信却不忍心 决定去男孩的家里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的父母 但眼前的一幕让夫妻俩震惊了 房间内到处都是垃圾 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地上竟然还有一条长长的铁链 阿信突然联想起男孩脚上的鱼青 顿时愤怒不已 究竟什么样的家长才会忍心伤害自己孩子 阿信抓耳挠塞想要帮男孩做些什么 但妻子美奈却劝她别自讨麻烦 几天后自己还有一个重要比赛要参加 阿信只能作罢先跟妻子回家 但晚上美奈练习时 又听见草丛里传来动静 打开窗帘一看竟然是那个男孩跑回来了 阿信热情地和男孩寒暄 但男孩始终一言不发 美奈这时才发现她尿了裤子 赶紧拿来毛巾给她围上 丈夫看见这一幕不禁感叹道 两人赶紧将男孩送回福利院休息 阿信很奇怪男孩为什么三番两次跑到他们家 按理说他已经吃饱喝足 应该不会再来讨饭了呀 院长也解释不清楚原因 只告诉他们下一步 会给男孩找一个好的家庭收养 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阿信和美奈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渴望当父亲的丈夫竟然提出想要收养她 但妻子美奈却不愿意 虽然现在她也有了当母亲的想法 但他们身体健康完全可以自己生一个 可阿信还是不死心 恳求妻子就算不能收养 她也很想再见一件男孩 询问她总来家里的原因 美奈嫁不住丈夫的哀求只好同意 于是夫妻俩第二天来到了福利院 不料院长告诉他们 男孩又偷偷跑了出去 美奈赶紧回家查看 果不其然男孩就站在她家院子 美奈拿起手机想打电话给福利院 让人来接她 没想到男孩看见这一幕 居然吓得掉头就跑 美奈赶紧追了上去 两人一直跑到了马路旁 无奈美奈怎么呼唤 男孩都仿佛听不见一样继续狂奔 甚至拐弯想要横跨马路 谁知一辆大货车突然冲了出来 眼看男孩就要被撞飞 司机一个急刹车 男孩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美奈被吓坏了 手足无措想要抱起男孩 美奈本想辩解这不是自己的孩子 却被赶来的丈夫打断 两人只能先行将男孩带回家中 阿信热情地给男孩端饮料拿面包吃 但他却始终不愿意开口说话 赶来的福利院院长对两人表达了歉意 并且保证下不为例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接着拉起男孩就准备回去 丈夫见状连忙拦下了他们 他真的很想知道 男孩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跑到他们家 在阿信的不断哀求下 一向冷冰冰的男孩终于有了反应 他扭头看向了角落里那台钢琴 阿信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男孩之所以老是跑到这里 可能是被妻子的琴声吸引了 于是他恳求妻子现场弹奏一曲 美奈拗不过他只好坐到钢琴前 没想到琴音响起的那一刻 男孩挣脱院长的手 痴迷地走到钢琴前 将美奈刚刚弹的音符全部重复了出来 美奈惊讶他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天赋 接下来三人完整地将这首曲子演奏了出来 画面仿佛真的像一家三口一样温馨 接下来夫妻俩开始办理收养手续 但他们没有想到过程如此严格 他们不仅需要每天都要去参加培训和考试 还要进行健康情况家庭背景等评估 好在阿信夫妻俩十分努力 经过两个月的坚持 眼看领养手续即将通过 但漫长的等待让他们很思念男孩 便来到福利院请求院长带孩子出去玩一天 院长也想要双方提前培养一下感情 于是大发慈悲地同意了 阿信想要牵起男孩的手 但男孩却一脸冷冰冰始终无动于衷 他们只好主动牵起了男孩 三人一起来到了公园 阿信很想逗男孩开心 带他看了各式各样的动物 还一边划船一边给他讲笑话 可男孩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反应 这不禁让夫妻俩有点泄气 就在他们打算去下一个景点时 夫妻俩都接到了工作上的电话 一时不注意都松开了男孩的手交谈起来 可等他们结束通话时 却发现男孩不见了 焦急的夫妻俩立刻跑到广播站 想要利用广播找人 但当工作人员问起男孩的名字时 夫妻俩顿时傻眼了 由于男孩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夫妻俩只好放弃广播 马不停蹄地跑遍公园每一个角落 可两人从白天找到了傍晚 始终没有看见男孩 心急如焚的两人开始互相责怪起来 阿信没想到妻子会产生放弃领养的想法 理智瞬间回归 赶紧向生气的妻子道歉 突然阿信看到了公园的公共钢琴 回想起男孩很喜欢妻子的琴声 于是拉着妻子跑过去弹奏 随着音乐响起那一刻 奇迹发生了 男孩竟然真的被吸引过来了 他慢慢走向美奈 将手放在键盘上和他一起弹奏了起来 离开公园时 阿信为刚刚放开男孩的手道歉 他刚想重新牵起 却被美奈制止 男孩望着美奈仿佛听懂了他的意思 阿江紧张地擦了擦汗水 将手递给男孩让他自己选择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人动容 只见男孩主动伸出小手 牵起了美奈 接着慢慢地牵起了阿信 阿信开心地几乎快要哭出来 男孩终于打开了心扉 认可了两人作为他的父母 美奈和阿信经过几个月的辛苦付出 终于办完了所有的领养手续 今天是他们去接男孩的日子 一大早夫妻俩就兴奋地来到了福利院 但院长却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福利院的孩子们 会故意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 来世探养父母是否真的爱他们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大声吼或者动手打他 否则会让他们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扭曲 虽然他们获得了收养资格 但必须要度过一段试用期 才能给孩子上户口 如果试用期不合格的话 法院有权利收回他们的收养资格 接着院长把男孩带到夫妻俩面前 阿信决定先给男孩取个新名字 思考一番后决定叫男孩小姨 就这样小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她看着眼前新的爸爸妈妈 鼓起勇气主动伸出小手牵住了他们 美奈和阿信笑得和不拢嘴 仿佛看见了一家三口美好的日子 正在向他们招手 夫妻俩给小姨单独准备了一个房间 买了新书桌和新衣服 还有可爱的小牙刷 虽然小姨从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她乖巧的令人心疼 吃饭时从来不挑食 睡觉也不会哭闹 完全没有出现院长口中糟糕的情况 夫妻俩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殊不知暴风雨即将来临 第二天小姨故意趁父母睡觉时 将果汁倒在墓地板上 还把面粉弄得满屋都是 美奈本想大声呵斥她一顿 却被阿信及时赶来阻止 温柔的教育小姨这样做不好 不料小姨看见她没有生气 继续变本加厉地撒着果汁 还撞翻了他们的婚纱罩 更过分的是 美奈刚收拾好一个地方 她就又换一个地方继续糟蹋 并且将所有的抽屉都打开 把里面的衣服扔得乱扔一气 随后更是跑到浴室里举着花洒 将自己浇得浑身湿透 让美奈给她换新衣服 去超市时喜欢什么东西一下子买很多 吃饭时不易糟蹋食物做黑暗料理 小姨的行为越来越过分 美奈跟在她后面收拾烂摊子 逐渐心力交瘁 只能冲着马桶大喊发泄压力 工作一天回来的阿信 看见妻子依旧在打扫十分愧疚 于是想要和小姨耐心聊聊 但小姨表面上看起来是听进去嘛 其实内心在计划着制造更大的麻烦 这天美奈正在家里教其他孩子练钢琴 小姨却突然闯了进来 美奈上前耐心地询问她有什么事情 没想到小姨竟然扑上来咬了她的手臂 还狠狠掐了她的手一下 美奈赶紧教育她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小姨没有理会转身就跑 当晚小姨一反常态显得十分安静 不仅乖乖地看电视 吃饭时也没有糟蹋食物 正当美奈以为她是为白天的事情愧疚时 不料男孩居然恩将仇报再次反咬她一口 美奈多日来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阿信不想因为领养孩子 和妻子的感情破裂 只好同意明天将小姨送回福利院 但当初毕竟是自己保证会好好爱孩子 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撑不住了 美奈害怕看见院长生气的表情 于是将小姨打她咬她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但院长对于她的痛苦却毫不在意 原来院长遇到过很多像美奈一样 试用期没过就坚持不住地养父母 各种各样的理由她听得多了 不想浪费时间去安慰他们 在院长的眼里 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成长和幸福 因此她必须抓住每一分每一秒 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归宿 接着院长便带着阿兴一起去办理取消领养的手续 而美奈则被院长的一番话说得愣住了 她站在原地思考了很久 等美奈回到家 看见小姨经常倒着玩的果汁 还有混在一起的黑暗料理 心里顿时有点不舍 为了摆脱这种情绪 美奈弹起了钢琴 却又看见被小姨掐了的痕迹 她突然反应过来小姨那天可能是吃错了 所以才利用这种方式引起母亲的注意 美奈感觉到了深深的后悔 发了风势地跑出家门来到福利院 请求院长不要取消领养资格再给她一次机会 幸运的是院长还没有向法院提交申请 美奈赶紧跑到院子里大喊小姨的名字 小姨慢慢转过了头 当她看清楚美奈时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思念狂奔了过去 他们紧紧相拥 这次谁也不会再放开谁的手 清早母亲还没有起床 儿子就闹着要抱抱 无论父亲怎么耐心教育 儿子都死死搂住母亲的脖子不放手 而且这仅仅只是开始 接下来不管是刷牙 还是做饭都要一直抱着 就连去卫生间上厕所也不能放下 夫妻俩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疑惑 连忙打电话咨询福利院院长 院长表示小姨度过了调皮捣蛋的叛逆期 开始进入了婴儿反哺期 她严重缺乏安全感 生怕会失去得知不意的亲戚 所以会像一个婴儿一样时时刻刻缠着妈妈 接下来小姨退化的状态会越来越严重 例如需要用纸尿布喝奶粉等等 不过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太久 只要耐心呵护她即可 阿信还要上班赚钱 美奈只好推掉了上门学钢琴的孩子 一个人在家专心带小姨 但美奈从来没有抱过孩子 仅仅一个上午就弄得腰酸背痛 她想要将小姨放下来休息片刻 没想到小姨固执得完全没有办法 幸好丈夫的妹妹得知情况后 特意给美奈送来了一个腰凳减轻她的负担 但美奈不能一直待在家里 她只好背着儿子来到超市采购晚饭用的食材 当美奈路过一个镜子时停了下来 镜子里人连她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以前那个光鲜亮丽的钢琴家去哪了 取而代之的却是拉里拉她的妈妈 美奈的心情不自觉有一点落差 这时她遇到了丈夫的同事 对方是一个全职爸爸 对于照顾孩子十分擅长 妻子可以没有顾虑地出去上班 美奈十分羡慕 如果丈夫也能为自己分担一点多好 美奈疲惫地走出超市 大包小包的东西还有孩子的重量 压得她直不起腰 美奈刚想回家却遇到了正在工作的丈夫 阿信笑容满面地陪着一个美女客户 美奈看着自己不修蝙蝠的模样 心里顿时很不是滋味 更令人发愁的是 小姨恨不得时时刻刻缠着美奈 无论是逛超市还是做饭都要背着 一天下来美奈累得腰酸被痛 这天阿信正在上班时 突然想到了一个为妻子分担的好办法 于是立刻给她打去了电话 美奈听完后觉得很有道理 便将小姨抱到钢琴旁边打算试一试 没想到小姨竟然真的松开了手 乖乖地在板凳上坐好 接着美奈弹了一首简单的曲子 小姨的注意力果然全部被钢琴吸引过去了 美奈趁着小姨全身贯注地学习时 慢慢地往位声间的方向移动 她已经很久没有独自上厕所了 但就在她打开门的一刹那 小姨察觉到什么突然回头 美奈见状赶紧关上了卫生间的门 可钢琴声却迟迟没有响起 担心的美奈走出去查看 结果看见小姨又故意尿湿了裤子 这让身心疲惫的美奈彻底崩溃了 福利院院长得知情况后 刻意上门开挡她 美奈告诉她 小姨变成婴儿的状态已经一周了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不愿意放开她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 每天早上起来 想起魔人的一天又开始了 就忍不住陷入绝望 纠结要不要把小姨送回福利院 但是又安慰自己 或许明天小姨就好转 结果每次等来的都是失望 院长安慰美奈道 她作为一个养母已经很称职了 有一些负面情绪是人之常情不必担心 只是有一点她必须要明白 现如今最痛苦的人是小姨 当天晚上阿信扮作一只不偶熊 卖力地做着搞笑的动作 逗小姨开心 但小姨不愿意看她一眼 依旧缠着妈妈不放手 这让阿信感觉十分挫败 美奈突然想到培训时 养父母都喜欢和孩子玩生产游戏 于是美奈决定效仿他们 亲自将小姨生下来 让她相信自己是她的亲生母亲 她从今以后都不会离开这个家 接着美奈回到房间躺在床上 让阿信将小姨放在她的肚子上 盖上床单装作十月怀胎的妇人 夫妻俩很认真的表演着 对肚子里的小姨沉默 出生后会给她满满的爱 再也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终于小姨仿佛被打动了 缓缓爬了出来 小姨听到这番话瞬间好好大哭 她终于走出过去的阴影 这天美奈为了让小姨变得开朗一点 带她来到公园和其他小朋友玩耍 但还玩多久小姨就因为插队滑滑梯 弄哭了其他小朋友 美奈赶紧拉着她教育 美奈看着小姨疑惑的眼神 这才意识到她根本不识字 于是买了很多字帖回家教她写字 小姨一笔一画写得十分认真 但她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学得有些吃力 美奈就像大多数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 不仅没有夸赞 还在催促她快点写 好不容易练完字开始吃饭 美奈又发现小姨不会用筷子 赶紧手把手地耐心教育 嘴上却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有多么优秀 敏感的小姨听完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下定决心要让妈妈为自己骄傲 于是第二天早早就起床开始练字 但当她写完今天的分量 想要让妈妈过来夸一夸她时 美奈却忙着教其他小朋友没功夫理会她 这才让小姨发脾气摔了东西 其实小姨并没有真的生妈妈的气 过一会就主动练习其使用筷子 想要向妈妈道歉 只见她一粒一粒小心夹着那豆 再次被误解的小姨委屈到了极点 伤心地摔掉筷子跑回了房间里 直到晚饭时才出来 但她还在和妈妈冷战 阿信察觉到气氛不对 充当和事老开导小姨 阿信说着就让美奈和小姨合奏一曲 儿子却因为妈妈的误解一动不动 这让妈妈感觉很生气 斥责她到底想怎么样 没想到儿子却突然砸起了情剑 此话一出彻底让美奈愣住了 她不知道自己辛苦教育 为什么会换来这样的结果 而一向宠溺孩子的阿信更是大发雷霓 她愤怒地将小姨抱到院子里 警告她妈妈是爸爸的宝贝 你要是敢伤害她 就离开这个家回到福利院去 说完阿信拉着美奈回到了房间 让小姨在外面罚站五分钟好好反省 但一分钟还没有到 阿信就担心地坐立难安 为了防止自己心软 阿信翻来了报纸阅读 不料却看到了五岁男孩被绑架的新闻 她再也控制不住地冲了出去 结果院子里空空如也 小姨竟然不见了 夫妻俩瞬间就紧张地不行 冒着夜色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地方 可始终没有见到小姨的身影 手足无措的夫妻俩立刻来到警局报警 但小姨失踪还不到24小时 没有办法立案调查 夫妻俩只能抱着侥幸的行李 再次返回家查看 可翻遍了整个屋子只剩下失望 此时夫妻俩脑海里一想到 小姨有可能遭遇的危险 就急得恨不地哭出来 突然阿信接到了福利院院长的电话 对方告诉她 小姨刚刚跑回了福利院 于是夫妻俩马不停蹄地打了过去 美奈误以为小姨想回到福利院 是因为受不了他们太过于严厉 但院长却说并不是这样的 小姨只是来请求她教自己写字而已 几人来到房间 小姨还在一笔一画认真写着什么 看见父母来得小心翼翼走过去 递给他们一封信 美奈打开一看瞬间泪目了 上面竟然写着爸爸妈妈对不起 请不要丢下我 美奈突然觉得需要反省的人是自己 这段时间她对于小姨的教育太过于着急 小姨不仅没有任何怨言 反而一直努力想要达到妈妈的要求 院长告诉他们小姨还有一句话没写完 但她认为当面说出来更好 夫妻俩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紧紧抱住小姨道歉 美奈表示她是第一次当儿子 但他们也并不是天生就是父母 对于如何成为好父母也在不断摸索中 如果做错了什么 希望小姨可以及时和他们沟通 他们以后会给予小姨更多的耐心和爱 小姨点了点头 伸出小手牵住了父母的大手 就这样一家三口再次重归于好 第二天夫妻俩带小姨又来到了公园 这一次小姨并没有插队 而是乖乖遵守秩序 夫妻俩十分欣慰 看见小姨已经和正常孩子无异 于是决定将她送去幼儿园 小姨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朋友 她感觉有点害怕 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做了自我介绍 而美奈和阿信担心小姨第一天上学不适应 一直守在窗外默默观察着她 看见小姨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又哭又闹 两人都心未笑了 隔空为她加油打气后安心离开了 好不容易盼到放学时间 美奈迫不及待来到幼儿园门口等待 小姨兴奋地扑到妈妈的怀里 但当美奈询问她第一天上学感觉怎么样时 小姨却低着头显得有点闷闷不乐 突然反问妈妈恶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美奈听到是别的孩子以后就没有继续追问 只是告诉小姨这个词很不好 就这样美奈不用时时刻刻看着小姨 终于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 但这天美奈正在教学生弹琴时 突然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 让她立刻过去一趟 原来幼儿园在排练节目时 小姨看到同学被大班的孩子欺负 愤怒地上前推倒了她 虽然被推倒的孩子没有什么大碍 但家长强烈要求道歉 美奈回到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阿信 毕竟是小姨先动的手 比亏的阿信只好给对方家长打电话道歉 但他们的对话却被小姨听见了 小姨感觉很委屈 明明自己是见义勇为帮助了同学 为什么像做错事一样要对霸凌者道歉 夫妻俩对于这个问题也犯了难 如果鼓励的话害怕纵容她打架斗殴 但如果阻止的话 又担心她失去了善良的本性 美奈实在想不出来好的解决办法 只能向经验丰富的福利院院长求助 院长表示从福利院出去的孩子 大多数正义感都很强 因为他们以前遭遇过伤害 所以在看到别人受欺负时特别感同身受 父母不需要刻意去纠正她的这种行为 只要耐心引导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于是当晚夫妻俩决定和小姨好好谈谈 阿信告诉小姨 她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可以出面阻止 但如果使用暴力的方式 那么她和霸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小姨听完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转眼到了演出当天 台下坐满了家长和老师 美奈和阿信也早早赶来 迫不及待想要见证小姨人生中的闪光时刻 但孩子们陆陆续续上台后 小姨的同学再次被捏脸欺负了 小姨气得握紧了拳头 正当美奈和阿信以为她又要使用暴力时 只见小姨转身重重跺了一脚 随后又拉着两人来到老师面前 将同学被欺负的事情一五一时说了出来 让老师帮忙讨回公道 小姨终于明白了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夫妻俩为她感到无比自豪 正当美奈一家三口沉浸在幸福之中时 福利院院长却突然找上门 告诉了他们一个晴天霹雳 说话间一辆豪车突然驶来 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从上面走了下来 她自称是小姨的亲外婆黑川 这次来是想把孙子接回去和自己生活 随后黑川拿出了小姨的出生证明 告诉美奈小姨的真实姓名其实叫小光 女儿自从生下她后身体十分虚弱 一直住在自家经营的医院营地 这才忽视了孩子 但院长作为儿童保护协会的成员 对于小姨曾经被虐待的事情始终无法忘怀 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 黑川今天想要接走小姨的想法 并且表示必须要按照法律流程来 先让她和小姨的亲生母亲见一面 确定她以后是否会善待孩子 接着还要对他们家的资产背景等进行评估 如果一切合格后她才有资格接走小姨 黑川四处打量了一下美奈家 一脸得意地炫耀 他们家的环境不知道这里好多少倍 而且小姨以后还要继承自家的医院 接着黑川起身表示自己工作很忙先行告辞 拜托院长尽快帮他们办好手续 自己下次来一定会接走小姨 等黑川走后 院长第一时间打电话咨询儿童保护协会 但得到的回复却不尽人意 如果小姨被证明真是他们的孩儿 而不是孤儿的话 按照法律将会终止美奈和阿信的领养资格 把孩子送回亲生父母身边 小姨偷听见大人们的对话后 再也忍不住跑下楼 激动地表示自己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永远待在这个家里 夫妻两人也非常难过 虽然小姨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几个月地相处下来 他们的潜意识里早就将小姨当成亲生儿子了 第二天夫妻俩带着小姨 去听了她最喜欢的音乐会 小姨玩得很开心 不仅尝试了各种不同的乐器 还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一家三口回到家慢慢翻看着 筋疲力尽的小姨躺在父亲的怀里慢慢睡着了 美奈看着儿子稚嫩的脸庞 不禁开始想象起小姨未来的样子 然而温馨的时刻总是那么短暂 福利连院长突然打来电话 告诉他们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经过他们的调查 小姨确实是黑川家的孩子不假 但考虑到小姨曾经被亲生父母虐待 现如今又和养父母有了感情 所以儿童保护协会对于小姨最后的去留 产生了激烈的讨论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 在结果出来之前 小姨必须要先送回福利院 院长希望美奈可以和小姨说清楚 防止再次伤害到她脆弱的心灵 美奈没有办法只能答应 第二天早上美奈向小姨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小姨听完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担心自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 直到夫妻俩承诺一定会尽快去接她 小姨的情绪也慢慢缓和下来 美奈也强忍着泪水 送给小姨一架迷你钢琴 告诉她她如果等得太寂寞就弹一曲 无论爸爸妈妈在哪里都能听见 夫妻俩送小姨走出了家门 小姨不放心地伸出小手和爸爸妈妈拉钩 让他们一定要遵守承诺尽快来接自己 三人的手久久不愿意放开 仿佛希望时间永远静止在这一刻 但离别时刻已经到了 小姨只好松开手坐上了福利院的车 美奈担心小姨照顾不好自己 扒着车窗嘱咐她吃饭不要挑食 早晚认真刷牙 夫妻俩看着远去的车辆 心里瞬间空落落的 回到家美奈不愿意坐以待毙 于是悄悄跟踪院长来到医院 想要见一见小姨的生母长什么样 但飞川却认为美奈是看他们家有钱 故意来索取赔偿的 这话让美奈愤怒不已 她只是想问问小姨的生母 当初为什么要虐待自己的孩子 如果最后小姨真的判给了她 今后能保证不再虐待她吗 二人直接吵了起来 院长赶紧阻止了他们 表示这些问题自己一定认真对待 说完就走进病房打算和小姨的生母单独谈谈 美奈只看见了一个瘦削的背景 接下来无计可施的夫妻俩 只能每日求佛拜神 祈祷老天爷保佑他们 就这样等了几个星期后 终于熬到了公布结果的日子 但院长却遗憾地通知他们 儿童保护协会根据法律规定 最终还是决定将小姨送到亲生父母身边 夫妻俩瞬间崩溃了 质问院长如果小姨再受到虐待怎么办 院长表示小姨今天下午就会被接走 眼下美奈夫妇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赶紧过去见她最后一年 但飞川却没有丝毫人情味 不顾院长恳求直接升起车窗就走 美奈和阿信只好冒着生命危险 挡在了车辆前面 这对养父母突然下跪磕头 祈求能和他们领养的孩子见最后一面 他们有太多的话想对孩子说了 男孩的亲生外婆看见卑微的两人 终于大发慈悲给了他们三分钟时间 小姨看见爸爸妈妈哭着质问 美奈安慰道 这个世界上会发生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小姨坚决不能认输 要做一个坚强又善良的孩子 给身边的人继续带去幸福 美奈承诺他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叮嘱小姨在那之前一定要好好吃饭 出门时小心汽车 拍照时记住要微笑 觉得难过和孤独 就弹弹送给她的小钢琴 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 谁都不愿意先放开谁 很不得时间永远禁止在这一刻 但三分钟还是到了 司机走过来残忍地将他们分开 不管小姨怎么撕心裂肺地呼喊爸爸妈妈 还是将她送到了车里 美奈突然发现小姨的生母也坐在车里 她愤怒地冲过去 用力拍打着车窗 警告这个女人不要再虐待孩子 否则她拼上性命也要将小姨夺回来 小姨走后夫妻俩落寞地回到家中 但这个小家冰冰凉凉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容 而接着下来的日子里 夫妻俩看着小姨穿过的衣服 用过的小牙刷 做过的小板凳 仿佛都能看见小姨的身影 那些和小姨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每天都在折磨着夫妻俩 他们开始变得沉默不语 家人们看见这个状态都很担心 于是上门劝说两人自己要一个孩子 但只要夫妻俩坐在一起 满脑子回忆的都是小姨 正当他们以为彻底失去小姨时 福利院院长突然再次上门拜访 事情仿佛迎来了一点转机 原来福利院院长前去看望小姨时 发现她的生母仗着自家开医院 造假病例骗过了儿童保护协会 实际上她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自从小姨回家后 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在福利院院长看来孩子十分需要妈妈 但她根本没有赡养孩子的能力 更无法保证病发会不会再次伤害孩子 所以美奈和阿信可以借此 向法院提出上诉要回小姨的抚养权 虽然获胜的几率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总比之前看不见任何希望强 夫妻俩终于露出了小姨走后第一个笑容 但上诉过程繁琐等待时间长 他们实在是太思念小姨了 每天都担心她在新家能不能适应 于是决定先去小姨生母的家里探望一番 可等两人来到这里时 无论怎么按门铃都无人回应 突然美奈又无意中发现 自己送给小姨的钢琴躺在垃圾堆里 这可是小姨对爸爸妈妈唯一的念想 美奈愤怒瞬间上升到了峰值 直接爬上铁门就翻了过去 两人偷偷溜进链子 正巧撞见了冲出来寻找钢琴的小姨 美奈看见一旁的保姆用力拖拽着儿子 再也忍不住叫出了声 母子俩紧紧相拥在一起 随后美奈更是不顾丈夫劝走 抱起小姨就想要带她回家 不料还没有跑出去大门 迎练就碰上了小姨的亲外婆开车回来 但美奈情绪显得有点失控 哪怕知道这样会触犯法律 依旧不愿意放下小姨 黑川健壮不紧不慢地打电话报警 阿信担心妻子坐牢赶紧制止了她 父亲和母亲都带了 阿信无奈之下只好强行将母子两人分开 看着小姨痛苦地呼喊妈妈 美奈的心都要碎了 她愤怒地质问黑川 最终二人还是孤独地回到了家中 美奈没有办法理解丈夫为什么不帮自己 明明当初是她执意要收养小姨 怎么到头来是自己那么拼命痛苦 而她对于失去小姨显得那么平静 就这样夫妻俩因此大吵了一架 第二天阿信看见妻子冷静了下来 终于慢慢解释了起来 当初她们教育小姨遇到问题不能用暴力 如果她们用抢孩子的方式把她带回来 无疑是给孩子做了坏的榜样 而美奈其实也早就后悔了 当即和丈夫约定会合法的方式接回小姨 两人大声呼喊着小姨的名字 给自己加油打气 眼前的母亲想要拥抱儿子 但眼神里却充满了恐惧 放下颤抖的手就冲出了房间 原来美奈担心生母照顾不好小姨 于是将自己抚养小姨从叛逆期到婴儿期 全部的感受都写了下来 拜托福利院院长送给小姨的生物 但等院长来到小姨的新家 却没有看见她的母亲 只有外婆在一旁照料她 而且小姨的状态也不似以前一样开心 反而显得有点唯唯诺诺 不管院长问什么问题都沉默不语 院长见状坚持要和小姨的生母亲自谈一谈 但对方的精神状况也很不对劲 一直待在昏暗的房间里不敢见人 院长把小姨带到她面前 严肃地告诉她孩子需要妈妈的关爱 请求她和小姨说说话 如果实在做不到 一天最少也要抱她一次 有妈妈的拥抱孩子才会变得温柔 但生母透过小姨仿佛看见了什么可怕的存在 竟然害怕地夺门而出 院长无奈之下 只好将那封信退给了美奈 美奈赶紧询问小姨的境况如何 突然一个女人冲了进来 愤怒地泼了院长一身脏水 虽然保安及时将她拖了出去 但是美奈被这一幕吓呆了 不过院长却仿佛已经习惯了 原来经常有父母不符合领养条件 被她拒绝后前来蓄意报复 这时小姨的外婆打来了电话 竟然告诉院长昨天晚上 小姨的生母留下一封遗书后失踪了 回到家的美奈一直放心不下 不忍心看到小姨年纪轻轻就失去妈妈 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一起去帮忙寻找 于是她打电话向院长询问 小姨的生母喜欢去什么地方 夫妻俩立即开车赶到了那个海边 果然看到了小姨的生母 美奈焦急地呼喊着她的名字 但她听见声音显得十分害怕 竟然加快步伐冲进了海里 幸好美奈拼尽全力将她救了回来 但小泉似乎心死了一般 一动不动地躺在了病床上 美奈告诉小泉自己救她 是因为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个母亲会无缘无故虐待自己的孩子 小泉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如果她不把内心的痛苦说出来 这辈子就会一直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 小泉仿佛被戳中了心事 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但当她刚想说话的时候 却被冲进来的母亲打断了 美奈表示想和小泉单独谈一谈 但小泉的母亲不同意 执意要将女儿带回去 正当两人争执之际 小泉用尽全力抓住了母亲的衣服祈求她 母亲看着女儿渴望的眼神 终于心软了 就这样一行人来到了美奈的家里 美奈获得了和小泉单独相处的机会 她拿出自己写的信慢慢念给小泉听 上面记载着她和小泉有欲 到收养后发声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弹钢琴 第一次调皮捣蛋 第一次叫妈妈 由于他们夫妻俩没有什么育儿经验 过程遭遇了很多困难和失败 但是小泉总能创造出 让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帮助他们夫妇度过难关 并不是他们成为了小泉的父母 而是善良的小泉帮助他们成为了父母 小泉听完这番话有点动容 伸手想要去接那封信却又缩了回来 接着无论美奈问她什么都是摇头 低着头依旧不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扉 美奈看着她这副模样十分苦恼 正当她不知该如何是好 突然看到了一旁的钢琴 顿时心声一记 立刻坐在那里 开始演奏小姨最喜欢的摇篮曲 小泉果然有了反应 竟然不自觉跟着轻声哼唱起来 美奈见状瞬间明白了 当初小姨之所以会被钢琴声吸引 是因为她小时候小泉经常唱给她听 这首歌曲在她心目中象征着母亲的温泉 异曲完毕 小泉终于敞开心扉 将自己遭遇从头到尾告诉了美奈 母亲改嫁后竟然被继父看上 不禁强迫她发生亲密关系 一旦反抗还会遭到拳打脚踢 她很害怕不敢告诉任何人 只好偷偷离开了那个家 结果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小泉最终在公园厕所生下了她 原本她真的打算独自抚养孩子 可随着小姨渐渐长大 她的容貌竟然越来越像自己的继父 她怨恨那个人 连带着不愿意看见小姨的脸庞 于是经常将她放在家里 一个人出去借酒消愁 但每次出门时 小姨都会哭闹着跟上来 所以用了那条铁链将她锁起来 后来小泉听说继父意外去世了 这才敢回到了家中 至此真相大白 美奈听完后感觉心痛不已 一把抱住了这个可怜的女孩 两个女人在这一刻都就熟了彼此 小泉放下心中的伤痛 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美奈对孩子深深的爱感动了她 小泉最终还是决定 将小姨交给他们抚养 自己也会经常过来探望的 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 一向趾高气扬的母亲 也终于放下了她所谓的面子 答应了女儿的请求 就这样美奈和阿信 再次将小姨接回来了家 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了一起 而这一次小姨正式上了户口 她再也不会离开爸爸妈妈了 全家人都纷纷登门祝贺 小姨终于真正地成为了 这个家的一份子 大家围在一起 倾听着小姨的钢琴声 都感觉到了满满的幸福 我给你带着小姨的钢琴声